你怎么回来了 这里是本王的寝殿 回来有问题吗 他都好几天没回来睡了 谁知道今天回来 看样子 我得找个院子搬出去 这样真是太不方便 还不快过来 不冷 真暖和呀 他那么冷酥的一个人 身体竟然这般暖和 有点违和呀 似乎 初见神的冰雕的形象更适合他 想调侃几句 却发现他已经闭上了眼睛 王妃 宫里来信 皇太后病重 让王妃进宫市集 这是要死了吗 这话你别告诉你们王爷 毕竟太后是她亲娘 王妃竟不知皇太后 不是皇上和王爷的生母吗 我在庄子长大 对外面的事所知甚少 元后生咱们王爷的时候 难产而哄事 皇太后是元后的表妹 两人在后宫里 如亲姐妹一般互相扶持 先帝可怜皇上和王爷 幼年丧母 就立皇太后为季后 找过两个孩子 皇太后自己没有孩子 听说是公寒 无法怀孕 这是怎么回事 捉妖啊 皇太后被妖孽 迷了魂魄 命悬一线 国需要做法 捉拿妖孽 身后的季王看着苏七七 与龙天一起密说话的样子 脸色漆黑 想起昨日 季王觉得浑身疼 后门更疼 不过 这种小野豹子 更是不错 很快就能将它锁在笼子里 为所欲为了 也不知是哪里来的妖孽 竟然敢妨害皇太后 今天一定要让它献原形 果然是冲我来的吗 那老狮子国师 要给我安个妖孽的污名烧死 我是穿越来的 也不算冤枉吧 那个国师 是不是算出了什么 他转头邪逆着季王 季王侄儿如此神采奕奕 似乎体会过了 人生的极乐境界呀 王神有一天 也会体会到的 我的极乐境界 就是让别人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苏倩云走过来 替她解媒 瑞王妃娘娘 都知您与瑞王夫妻恩爱 如交似妻 但男女有别 您不应该在男子堆里 不过您在庄子里长大 不知规矩礼仪 大家都能体谅 不会嘲笑于你 我在这么多人面前 与我夫君说句话 就是不懂规矩礼仪了 那苏儿小姐勾引我夫君 被人看了全程 算什么呀 瑞王妃 您还怪臣女呢 臣女已经解释清楚了呀 您就是不信臣女 也应该信瑞王殿下不是 臣女再三跟您请罪解释 您都不理睬 让您这般误会 臣女真是羞愧 皇后轻声呵斥 皇太后病重 危在旦夕 你们还有心思闲聊 这是堵住苏七七的话 给苏倩云解围呢 我当然相信夫君了 就是她告诉我 你不是个好鸟 藏着九转环环草 不拿出来 还以此威胁 让她单独去见你 幸亏她知道 李仪廉迟 叫了几位王爷和苏丞相 去做个见证 不然还不知 瑞王妃顺言 王爷君子端方 品行高洁 才不会说这般粗俗的话 更不会背后议论女眷 本王不是君子 你们够了 苏倩云的眼泪 一下子就夺困而出 臣女愚钝 也不知道怎么会让瑞王妃 误会至此 瑞王和瑞王妃 不原谅臣女 臣女就 常跪不起 谁知瑞王可不吃她这一套 牧师前方 拿她当空气 苏七七更干脆 转身走到西边的女眷队伍里 离她远远了 苏千云被晾在中间 那个恨呀 起来吧 自己刚才大话都说出去了 不被原谅就不起来 跪着吧 心里憋屈的难受 只盼着皇太后 赶紧让国师出来 开谈做法 她也就能趁机起来了 可是庞公公出来传话说 国师算出了几时 要到夜间子时才能做法 还是流逝心疼闺女 偷偷让丫鬟见了殿内求助 不一会儿 庞公公就出来 说皇太后 悬苏欠缘 自己发现 对 感谢观看